末日爆发前八天 我接到了身为重生者的朋友的电话 远在两个城市 我们只能各自为战 面对真实发生的末日与丧尸 既没有异能又不是熟知未来的重生者 身为普通人的我应该如何做才能平稳度日 行了老内儿 就这样的水平全北方也就各能做出来了 不是跟你吹牛逼 你要是不小心得罪什么人 各这屋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啊 我要让他帮忙把摄像头都安上 屋外对着走廊要达到无死角 安全通道外面也是一样 再从天台往下掉桌 窗户外头也放了一个 还是能和别人对话听到声音的那种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 把一楼的东西通通搬到楼上去 光我一个人肯定是不行 我找了外地的搬家公司 告诉他们同样是连夜等 问就说楼上要开超市 顶楼花园超市 是个亮点 搬家公司见怪不怪 当天下午天刚擦黑就到了 从一楼到我家电梯只有直打 我并不担心会被别人看到 一趟二三十个人 那也是搬到了第二天清晨 我看出来干活的师傅们 多多少少都有些怨言 于是一个人各一千块钱 也算是安抚人心 到此为止 已经是第七天 我的钱也花得所剩无几 最近黄金价格算是好价 我把剩下的钱都换成了黄金 第七天中午 我给爸妈拨通了电话 爸妈快来啊 我在新城府15号楼23层